大家好我是奥羊 今天看的啥 之前给大家讲过一部勺子杀人狂 很奇葩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更奇葩的电影 橡皮轮胎杀手 准备好了吗 现在风上 在一片荒凉的沙漠里 我们的主角轮胎哥出现了 没错 这个轮胎就是主角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自己动 而且他还有自己的思想 只见太哥昂首挺胸的站起来 摇了羊身上的尘土 左撮一下右撮一下 开始了太哥的传奇人生 半路上太哥一路碾压 看见什么压什么 看见一个玻璃瓶还来回压几下 但好像还不过瘾 太哥开始发抖了 在0.01秒的颤抖之后 太哥爆发了 他用意念把玻璃瓶给爆掉了 这一次他心里终于舒服了 他还看到一只小兔子 二话不说 来了个降爆兔肉 对于爱演的东西 太哥是绝对没商量 一路爆到底 走到哪里爆到哪 第二天太哥又上路了 这一次太哥遇到一个漂亮的妹子 他就不想爆了 他有点激动浑身颤抖 就在太哥激动的浑身颤抖的时候 一个开车的彪悍大哥路过 一头戳到了太哥身上 还把他直接撅到了马路牙子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哥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只见他又开始剧烈的颤抖 一阵抖动之后 喷的一声 开车的大哥也被降爆了 惨呀 之后太哥开始狂追 刚才的漂亮妹子 英雄难过 每人管太哥也一样 他一路尾随 还偷看人家洗澡 过分了哈 开完了之后 太哥还想开个房 看起了电视 看来太哥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早上服务员来打索卫生 太哥正在洗澡呢 服务员感觉很荒唐 洗啥洗 洗来洗去不还是那么黑吗 二话不说 一个汗地把葱 直接把太哥给扔了出去 太哥可不是吃素的 一捏冲击波 抖抖抖 他直接把服务员给降爆了 没想到这一幕 正好被送披萨的少年给看到了 他很怕怕 直接报了警 警察赶到的时候 太哥正在游泳池里消遣呢 披萨少年对警长说 就是这个黑轮胎把服务员给降爆了 这个时候 酒店老板就直接把太哥给扔了出去 走你 如此记仇的太哥 此仇不报非太哥呀 他趁着酒店老板和警长聊天的时候 把酒店老板给降爆了 专业爆头一百年 这准头也是没谁了 太哥又一次上路了 他滚到一面镜子面前 看到镜中黑黑的自己 他想到了那些被他爆过的头 就在太哥沉思的时候 披萨少年竟然出现了 原来这个少年是来偷风报信的 太哥已经被全程通缉了 但太哥是谁呀 抖一抖就能爆头的人根本不在乎 他扭头就走 放过了这个告密的少年 此时警察这边已经开始全国通缉太哥 路上他们与太哥相遇了 太哥抖一抖 爆头必须有 太哥抖三抖 阎王也得走 警察团队全体阵亡 全部被降爆了 抖完之后 太哥又一次继续上路了 这一次他来到了轮胎火化场 就是燃烧飞气轮胎的地方 所有的轮胎正排着队等待火化呢 看到自己的同伴一个接一个的被火烧掉 太哥感觉自己的种族受到了侮辱 他要对人类展开报复 他开始大范围的到处抖 复仇开始了 很多无辜的人因此丢了性命 都被降爆了 杀了这么多人 太哥也感觉差不多了 他也累了 他又一次回到酒店 看起了电视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已经被包围了 警长和之前的漂亮妹子 已经把他团团围住 警长决定使用美人计 还特意准备了一个饱满炸弹的冲气娃娃 欺负人了 漂亮妹子负责说好话 太哥你真帅 太哥你真大 想要说好话 吸引太哥出来 然后就在他们念的正起劲的时候 一个坐轮椅的老头子敲开了车门 你们念的不对 应该这么念 太哥太哥你最强 太哥太哥你最棒 棒棒棒 强强强强 然后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砰的一声 冲气娃娃直接被爆头了 没错 这都是太哥干的 这个时候好像干啥都没意义 警长拿起手枪冲进了酒店 喷的一声 太哥终于被崩了 变成了废弃的皮条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酒店门前 一辆无人驾驶的脚踏车 踏踏踏的自己开了出来 二话不说 直接爆头 乱说话的老头子也被降爆了 看来太哥并没有被崩 而是附身了 他变成了一辆脚踏车 过去最后 太哥复活了所有的轮台 带着他们去征服世界去了 看到这个电影 我真想说 这个导演脑洞是真的大 当然漂亮的妹子也很大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